看一样,执行结果就像这样 执行 有没有,这样子就排序出来 它也可以排序,而且原来点处有没有 也照它原来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 这里面牵涉到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复制 复制这个你的阵列 复制阵列 那复制阵列这边呢,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个书本里面的 在第几页呢 这边前面有 如果要复制阵列的话呢 可以在6-15页 6-15页的 第20行这个地方 就是范例6-5的地方 也就是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复制阵列的动作 就必须用这个System底下的这个 array copy的方法 那方法就是说呢 我第一个,我要被复制的Source Source部分在这里 Source部分在这里 Source 那其实哦 这个Eclipse很聪明 你到时候你直接array copy 它就会跳出说让你选 它会去找说上面有几个array是阵列的 就自动会跳出让你选 那我们Source来源就是 因为我这边 这边有宣告一个是原来的 原来就是Source 那原来的 这个地方就是从所影值的第几个开始 然后呢 要复制到哪里 那我又再建立一个 这等于是 新的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是储存旧的 储存旧的哦 储存原来的位置 那 储存到 开头 从哪里开到哪里 那最后呢 长度 也就是说我要复制过去的资料 这阵列呢 总共的长度是多少 那当然你也可以做随意的变化 那长度呢 我们用一个legs 就是昨天有讲过很多次的 这个legs就是 它的总长度 就阵列的总数 那总数之后 这个意思就是 全部 通通都帮我们复制起来 复制完之后呢 才去做什么array sort 做sort的这个动作 而为sort的 最后就是做排序 那排序呢 其实哦 这个eye count 其实里面就已经是 等于是新的顺序了 它会由大到小 可是呢我今天要 回头去看它原来位置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这边我有宣告一个叫pose 1 那这个pose 1就是说呢 记录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怎么去找呢 我就利用那个这个 一个回圈 主要关键应该是这一行 这两行里面一个 for回圈 那这个for回圈应该 比较容易了解啦 1到6 等于1到6 然后加加 那我怎么取得它的位置呢 我就用arrays.binary search 去没有 去这个旧的 这个是新的 对不对 我就把原来的位置 有没有 原来的这个 这个 原来旧的位置 去新的位置里面去找 有没有 找到之后呢 会回传一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它原来放的位置 原来放的位置呢 我就在 有没有 就是只是说去找 找原来的位置 它放在哪里 那灰窗 回来就给这个pose 1 去存放 存放完毕之后呢 最后我就秀的时候呢 其实就把这个位置秀在这里 并且把这个阵列秀出去 主要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 这个重新的排序 这个 这恐怕要花一点时间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 也就是我重点再提示一下 就是刚刚的程式部分 只是增加了这个 跟这个 这两个 是新的 那还有这个 就是我做ArrayCopy 所以你们等一下呢 先 第一个先做ArrayCopy 那你其实可以注解一下 这一行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从0开始 这个都是0 00就是从哪边 所影值多少开始 复制多少 复制的长度 给它 那这样它就Copy过来 再去做排 重新排序 排序之后呢 重新再用BineRex Search 去找到 这个 它跟旧的资料做比较 去找到它的位置 回传给前面 回传回来 就是它旧的位置 旧的位置 回传回来之后呢 就把旧的位置 把它秀出来 其实就这样而已 逻辑上应该 逻辑上应该 可以 可以理解吗 好 再跑一下 这个地方 跑出来就像这个地方 五四二三六一 这个是旧的Pose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排序 重新排序的 快当机了 好 没关系 试试看 其实 圈瓦其实写来写去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灵活应用 每个单个单个的 sample 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透过这个地方 我们刚好 讲到array 那其实很多的for 很多回圈 那还有一些方法 通过这个地方去做 做一些灵活的应用 那等一下我想 重点就是说呢 你要知道说 这个binary search 其实最难应该在这里 也就是说 我重新排序之后 我要去找到 它原来的位置 原来的位置 那对应的就是说 它原来的 旧的 因为我已经把它copy到 另外一个旧的位置上面 那它就可以找到 它对应到的位置 排序回来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 再试试看好了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